没有人比我会更想动她 可我们没有一击必杀的把握 这些年来 母妃什么办法都试过 放毒 暗杀 陷害 都能被她躲过去 这次你父王明确地警告了我 所以眼下是动不了 母妃 儿子让你受委屈了 你就是母妃的命 为了你 母妃不委屈 你父王这几日正在气头上 一定不会理母妃 你父王喜欢你 你多哄哄她 等她不生母妃的气了 我再慢慢查找 原因到底是什么 向王妃心底其实是奇怪的 是亲儿子看不得 她有生命危险这一点不难理解 可是王爷对待向云锦 真的很冷淡 按理说没有确切的证据 李王爷的性子 不该直接警告她的 儿臣知道 儿臣会照母妃说的做 向云锦答应的痛快 心里却不以为然 若真的喜欢她这个儿子 为什么不把世子之位留给她 好 儿子的懂事 让向王妃心里终于轻松了 向云锦一直守到母妃睡着后 才从寝室里走出来 本想回房的她脚下一转 走向了向云锦的院子 大哥回来了 他这个当弟弟的 李当去问候一番 大哥 齐儿一回府便听说你回来了 齐儿高兴得紧 怎么也不派人回来说一声 齐儿好去迎接大哥 一声声大哥 让书房内正写字的向云锦 恶心的手中比一顿 墨珠低落载 献残减纸 一张快要完成的字 算是作废了 高兴 小的知道 来了别敲了 谁呀这个点 世子已经歇下了 什么事明天再说 高兴哥 我是小吉 二公子听说世子回来了 过来看看世子 二公子 您来得不巧啊 世子爷已经歇歇一会儿了 这会儿已经睡熟了 大哥歇下了 也是 一路舟车劳顿 是我考虑不周了 我听说大哥遇刺了 没事吧 多谢二公子的关心 府衣看过了 世子爷没有什么大碍 没事便好 既然歇下了 那我明日再来看王大哥 香云琪松了口气 如同以往一般好脾气的笑笑 转身 二公子慢走 高兴喊了一嗓子 在向云琪转身的瞬间 面色一黑 关死了门 走了 回世子 走了 世子 为什么不见二公子 就该让他看看世子好好的模样 气死他 幼稚 那也不是污了我的眼睛 今日心情不错 不想破坏 嗯 世子说的是 这样的人是不该污了世子的眼 行了 继续研磨 因为我看你这个事 我来看多久 我熟悉